好 在这一边呢 它有一个呃 那个卫星satellite 然后satellite在那个地球表面上面h 然后这边是r so 它的formula呢 是g等于gm r加h的square 其实它只是把东西变一个样子给你看罢了 我们之前呢 知道那个g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之前在那个前面的部分 有拿到g等于gm per r square嘛 然后r是它的distance嘛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它的distance是它的r 它的r就是h加r h加大r 所以它就直接变成h加大r的square 就是这样啦 ok so 在这一边呢 它的mass of earth 这个是我的大m 然后radius of earth 是我的大r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g 然后它的大g是这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g等于mgm per r square 对啊 所以它就直接这一个6.67乘satellite 2-11乘5.97乘satellite 然后6.37乘satellite 所以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题它又有给你g 所以你一定要希望你的学校老师 在考试出这个题目的时候 它的那个g是有给你的咯 ok 所以我的6.67如果它没有给你的话 那你也要把它背上来 6.67乘satellite 然后乘5.97乘satellite 然后乘satellite 然后它下面这一边是6.3716 挂弧square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我刚刚这个挂弧我没有挂好来 ok 好 然后我就拿到的是9.81 所以9.81 其实g gravitation 就9.81啊 之前的9.81 我们的那个第二刻的那个g等于9.81 ok ms-2就是这样来的 好 接着我们的example2 它有一个satellite 然后它的height是480km 所以你就心里想我的这一边 这个是地球 然后我的satellite在这一边 然后它的这个是480km 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gm per r square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用si unit 所以这一个呢 你要把它变成meter 它是480 然后再乘1000 ok 所以480 000 meter ok 然后 然后它要你找它的那个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它要找你的g 它给你 大g 大m 跟大r 是这个 我的g等于gm per 这个r加h的square ok 我的r是 这一个6.37 乘1000 加480000 ok 所以你看这一边 这一个 如果你刚刚用480km 你没有把它换成meter 你这边就错了 ok 然后 这一些其他的号码都是一样 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边 这一个 又6.67乘1000 然后乘5.97 这一个 然后它下面这边6.37乘1000 然后再加4800 OK 然后就可以拿到8.48 OK 然后它就会变成8.49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地球表面的时候呢 它是9.81ms-2 当它越来越远 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我的那个 对它的那个引力 OK 它抓的力量 它就越来越小 它越远 它的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就越小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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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